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 几年前在报纸上有一则新闻报道说 有一位富豪死了以后留下巨额的遗产 子女为了争夺遗产诉讼了18年 这真是一出人间悲剧 其实做父母的人常常在担心 如果在生前把积蓄分配给子女 会造成子女之间的相互猜忌 以及对父母不孝等等的问题 如果死后再按遗嘱分配遗产呢 又怕因为分配不均而使子女对簿公堂 那究竟现在的父母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积蓄比较好呢 我们恭请摄业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附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呢 释迦牟尼佛带着他的弟子二男尊宅 在突破的路上 看到路边上有一堆黄金 不知道是哪一位仪式调单还是怎么样的 那二男尊宅就跟释迦牟尼佛说 那四尊那边有一堆黄金 佛跟他二男尊宅说了 是多舌啊 赶快走 他问他弄不清楚 为什么是多舌 后边有一个人呢 过来的时候看到那堆黄金啊 赶快把它捡起来 就变成他的 他拿到了钱以后啊 他就怕着说建材有份了 大家害怕 他就拿那个钱赶快跑 怕着人家要分他的钱 分他的这个黄金 这个时候正好啊 有人报到案 东西丢了 是被抢掉 被抢到抢的 实际上这一堆黄金呢 是抢到丢的那地方 后边的 就是警察 正在追了 这个抢到一定来不及了 就丢了路边 结果这一个人呢 捡到黄金的人呢 也在逃 结果警察一看到 就抓了一个正着 是不是他抢的 不是 是他捡的 可是警察看到的 是他拿了钱跑啊 在逃啊 因此 就抓走了 佛就马上就讲 后来你看到吧 他被多舌咬了啦 所以又一个人被多舌咬了啦 中了毒了啦 当然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 是家伦仪佛没有给他做证了 说这个他不是强盗 这个故事讲到这个为止啊 当然那是不是 下面有什么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谈 就是财产本身呢 是看看是怎么用的 善于用钱的 钱能够照付于人 照付于子孙 不善于支配钱的 那就是危害于社会 危害 遗害于众 这子弟的子弟 子弟的子孙 现在的西方人呢 欧美的国家的人呢 比如说现在有一位啊 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一个有钱的一个人 是电脑大王 他是资讯啊 那个资讯大王 他现在年纪也不大 但是钱是已经相当相当多了 他已经呢 立下了遗言 他的钱绝对不给他的儿子 他用的钱赚这一社会 用这一社会 赚了这个钱就是社会 而不是子孙的 他这个年纪还不是很老啊 他一定做了这样的处理 那么现在在美国 就许多的大事一家 他的财产呢 都是 所以亿万亿万的复工啊 他们的财产的处理法 多段不死啊 全部交给儿子孙的 只有我们中国人 是非常的保守 我本来说没有出息 而非常的对子季的子女啊 不放心 就是看不起子孙 认为子季会赚钱 子季是没有出息的 不会赚钱的 因此赚的钱呢 要给他的儿孙 这个第一个是看不起儿孙了 他放不下儿孙 第二实际上是就是 大大的害了儿孙 对儿孙 我常常讲儿孙 有儿孙佛 一定要把儿孙的 智慧的财产肯养起来 要儿孙受到好的教育 良好的教育 在家里边 小的时候就要受他 受家庭教育 然后到学校的教育 然后呢进入社会的时候啊 要进入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了 那培养他们呢 能够子季成熟 子季成长 子季能够啊 创出一盘天下来 子季的事业子季创 父母如果有事业要交给儿孙的话 也要看看 不一定是给他钱 给他私益 而是呢 就是说这个私益啊 请另外的 有能力的人来经营 而勇学的经营 但是呢 适量的 给他们呢 生活的费用 给儿孙呢 生活的费用 不要 所以一大笔钱呢 全部留给儿孙 所以有钱的 作为菩萨 这个有钱的啊 这个 一些大富翁啊 在含你健在的时候 最好先把你的财产 做好好的处理 你处理 不要说 我多少几分之级 给大儿子 几分之级 给这个原配 几分之级 给我的二房 几分之级 给我三房 四房 五房 六房 不要这样子 而是呢 你呀 做好 对好的支配呢 就是说 事业要 永续的经营 不是把钱呢 全部分掉了 分掉了以后 你的事业就没有了 事业要永续经营 而是呢 财产呢 儿孙 以及你的呀 眷属呢 你要 适量的 每一个月 他们有生活费 生活费 相当够了 就可以 而维持他们的生活费 同时呢 他们自己本身呢 也有啊 奋斗 努力 发展 成长的 机会呀 否则的话 他们做刺 做刺 变成了 变成了什么 嗯 我们说 其低呀 这是可怜的事情 阿弥陀佛 死刑呢 可以说是一种相当残酷的刑罚 佛教徒相信 天下没有不能改变的坏人 如果能给犯错的人 一个改过向善的机会 这个人也许有可能会变成社会上的大善人 那么同时过去呢 也有过死刑犯在更审之后被判无罪的例子 那么如果他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那岂不是死的冤枉 究竟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死刑是不是还应该保留呢 让我们来请摄影法师为我们开始 这是相当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嗯 求在之间 估计上面呢 没有定论 但是 站在 宗教的立场 特别是站在 副教徒的立场 众生都能臣服 放下屠刀 能够臣服 所以 只有做坏事的人 只有人做了坏事 而没有啊 坏人 是永恒的 不变的 人 做坏事啊 有很多种原因 有的呢 是啊 环境呢 促成的 有的是家庭促成的 有的呢 心理上呢 产生的 矛盾而发生的 有的呢 有的呢 就是一丈 我们的福 福教徒就在相信一丈 也就是说 相当好的一个人 平时非常好 一向都很好 是个好人 突然间杀了人 而且杀了是他子弟的亲人 这没有办法解释 这是什么原因 我像这样子的犯罪的人 犯个严重的罪恶的人 如果不给他制裁啊 那这对于人间来讲 就很危险 所以应该要制裁 但是制裁就是啊 绝对有用的吗 不一定 人之中啊 像我刚才讲的啊 一张病啊 或者是呢 一时剑的冲动啊 他不是已经神经病 这是一时剑的冲动 一时剑呢 糊涂 做错了事 他的本性 都没有一定 永远要做坏事 这种人呢 在一下子追他 没有获得机会了 就叫他死了 是啊 不公平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人呢 这人比较少了 叫做磊范 他这个杀人呢 抢击啊 或者是呢 性犯罪 就是强暴 他有一种啊 习惯性 他这个吸性呢 好像是啊 已经 抽鸦片 注塞海洛因了 已经上了瘾了 怎么样子他不会改的 像这种累犯啊 杀人犯 抢击犯 这种人呢 是另外一种处理法 但我们现在的法律啊 是有问题的 法律没有考虑到 人性的差弊 人的差弊性 这看到啊 这有一个条文呢 你犯了什么样的 条文的话呢 你就要受什么样的制裁 还有死刑是不是啊 要废止 我站在一个法师的立场 当然希望废止啊 现在在欧洲的 好多先进国家 已经废止死刑 那么在美国呢 有好多州也废止死刑 可是呢 有几个州啊 他们废止死刑 若干年代之后啊 现在又恢复死刑了 原因是什么呢 废止死刑以后 问题都没有解决 而监牢里边的人呢 越来越多 而犯罪率啊 又来 又上升 死刑反正是 不怕 反正没有死 不会死啊 因此呢 又恢复了死刑 像这样子究竟是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我认为呢 宗教的教育啊 非常重要啊 如果我们台湾呢 每一个人都是受了五戒 受了菩萨戒 大家都是三包弟子 如果是这个样子啊 如果说每一个人呢 都是非常虔诚的 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如果是每一个人呢 都是非常啊 高明的 儒家的 科学家 或者是到家的 科学家 那我们这个世界还会有犯罪的 现象吗 不会有了 因此 但是 整本清源 要废治死刑呢 应该从两个方向走 一个是呢 从法律上去考量 如何的改善呢 少一些死刑 到最后呢 那 像欧洲啊 有好几个国家 像 他们就是已经废治死刑 我去 杰克 的布拉戈 那个地方 他们废治死刑已经很多年 他们犯罪率并不高 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啊 根深蒂固 虽然共产党统治了那么久 但是呢 他们的宗教信仰 并没有破 被摧毁 所以 他们的犯罪率是很低的 宗教信仰 福教的信心 以及呢 福教的修养 宗教的修养啊 相当高的时候呢 知道呢 死刑犯是没有的了 那个时候 不需要废治死刑 也没有死刑 所以是呢 要从两方面呢 着手 一个是呢 法律的 一个是呢 教育的 宗教的 这几方面 一起着手呢 死刑大概 不需要有了 阿弥陀佛 我们谈到有关死刑 该不该废除的问题 那么这次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 执行死刑的人 有没有夜报 大家都知道 杀人是犯罪的行为 同时呢 佛法认为 杀人是有很大的夜报 但是执行死刑的人 是因为司法和工作上的需要 而杀人 那么究竟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因果报应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这个问题啊 要从两方面来讲 第一 执行死刑 的人呢 就是刑刑者 也就是刑刑者 刑刑者是代表谁在刑刑 是代表做 法律的权威 那法律从哪里来的 法律啊 是根据民意而来的 民主的时代也好 就是君主时代也好 为了保障啊 国家社会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才需要有法律啊 来保障 因此呢 刑刑者不是他在杀人 而是法律在杀人 而法律杀人是谁在杀 不是啊 社会和人民在杀人 而是呢 被杀的那一个人呢 至极啊 杀自己 因为他犯了这样的罪 他必须要受国报 他杀了多少人呢 或者是害了多少人呢 他需要受国报啊 不要等到死后受国报 现在现身就受国报了 这是他自己呢 杀人则被杀 这是他自己 造到的果报 是自己杀自己 是自己的原因 不是啊 那个筷子手在杀人 所以从这个观点讲 筷子手 没有杀人 他只是啊 在做他的工作 而不没有真正的杀人呢 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就要考虑 那个行刑者 是以怎么样的心态啊 去则发的 行刑者如果是以慈悲心则发 那他是啊 有功德的 不但是 没有杀人的罪过啊 而有功德的 如果刑刑者呢 是以憎恨性 或者是呢 就是说 杀人是他很喜欢的事 杀人见到邪是很痛快的事 杀人呢 做筷子时的杀人呢 就是一种 好像是一种娱乐 一种享受 这就要命了 这就是有罪过的 另外呢 如果做杀人的筷子手啊 能够收入多一点 就是为了钱而去杀人的 为了多一点收入 所以自己去做筷子手了 那也是有罪恶的 所以杀人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呢 为了社会 为了法律 所以 问题 有一些人呢 是愿望的 是怨恶 他并没有犯到 犯法 要死 就是罪不该死 罪不该死的情形下 法律 法院 法官呢 已经 到最高法院 已经定型了 这个时候呢 筷子的时候 要不要去执行呢 那执行呢 领导你 排到你的班 你还是要去执行呢 那 有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 刀下 留人 在筷子手的权力来讲 他没有 他是啊 受命 而来执行的 他没有办法 说到的时间 不杀人 所以这个时候 筷子手啊 行刑的时候呢 一定要存慈悲心啊 同时呢 要念佛啊 要为 那个受刑者 祈祷啊 愿他 能够来生啊 不要做坏事 愿他呢 从现在开始 真正的 回心向善了 而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去 在这样的情形下 这筷子手啊 没有罪过啊 还是有功德的 因为筷子手本身是 没有办法的 因此也有人呢 问起同样的一个问题 说在战场上 战争之中 那士兵 降临 军队 两阵相 对阵的时候 甚至 用刀 用枪啊 入部的时候 杀了人 这个时候 有罪过吗 是不是就是犯了 傻人罪 也有人问这个问题 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两阵呢 交战啊 最好的将领 最好的指挥官 是不杀人的 一啊 并不 学人 而啊 能够 勝敌人 这个是最好的 上上的 用兵 的将军 还有呢 正在战斗之中 能够啊 杀人 越少 越好 这是要用啊 所以 有战略的 用战术的 用到战斗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了 从战略 从战术啊 可以 避免啊 杀人 可以减少杀人 这也是功德 到了战斗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 他战斗的时候杀人 究竟是谁的罪过啊 应该 跟那个筷子手杀人呢 行刑在杀人呢 是同样的道理 阿弥陀佛 会尽力 诶 伤痛 稍微 诶